來到決賽階段, 我們先看女子組的決賽 即是一個經驗豐富的馬來西亞球手賴慶娥 就是對著第一次打巡迴賽的新加坡球手楊莫利 楊莫利16歲, 楊莫利 在這輛賽事中, 楊莫利表現不錯 尤其是上一圈淘汰沙菲亞的時候打了237分 而拉興娥更厲害, 在上一圈打了267分 淘汰馬來西亞的阿斯拉 我剛才也提過, 拉興娥打了 現在的巡迴賽已經進入第八年 在前七年, 她真的經常到最後決賽輸 今天我們真的要看看她 這次會不會有機會取冠軍 看看能否欺負新人 先打就是楊莫利, 第一次打巡迴賽 來到這個階段 她每一圈的表現都是超過200分 最好就是上一場就237分 那對於旁邊的大姐姐來說 好像沒什麼威脅 就是一開始幫我打個攻擊 就是打個傳眾給你看 我們先看看 她既然先開球 即是說, 拉興娥打完 她會第十格, 她會自己打的 看見拉興娥在這一屆賽事 一直打上來 就是上一圈的表現最好 之前兩場準決賽和16強 即半準決賽和16強都打不到200分 但上一場球就打到267分 她現在不甘是虛弱 她又打一場傳眾一開球 你看看那些 真的好運 好運 好運, 那支瓶這樣扔過去 看看單數球道可不可以 但以今天來說, 她真的挺穩固 剛才好像她出線時的局 好像似乎她今天的落位 她已經差不多找到 亦是我說的, 她打左手 左手球員始終有點利 但球道剛剛下了油 所以對楊末妮來說 其實也沒甚麼不利 單相也有 似乎她在維持近她剛才上一局的水準 對 上一局就是在四球的時候 表現相當相當之厲害 她現在已經沒有打馬來西亞隊 其實她上一年的膝蓋傷了 做了手術之後 她都覺得她需要休息 她都退了隊 但很奇怪 當重要賽事的時候 馬來西亞可能叫她入隊 好像剛剛打完世界 女子錦標賽就叫她進去 她又跟馬來西亞拿一個銅牌 即是可以當作國保級的球手 對 緊要的時候就找她出來 她自己跟我說過 她說她現在不打代表隊 不是以前這樣 經常要練球 她覺得壓力就少了 是 很奇怪, 壓力少了 她又真的最近這幾場球 都打得很好 因為表現放鬆 發揮接近自己應有的水平 會更容易 現在看到 楊莫莉剛才打了九支保重 其實很多運動員 當她退休 她又不是真的不再玩那個運動 可能更加享受 可能發揮更加揮灑自如 對, 如果你是國家代表隊 你始終在肩膊上有個重擔 每次出賽你都要贏 是的 老實說 你是做國家代表隊 又在花工加錢 你也有負擔 如果自己出來打巡迴賽 自己自費出來比賽 得失都是自己 壓力就… 不需要跟其他人交代 就相對壓力低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剛才坐在她後面 是她的舊隊友 後面這位男隊友 其實都是很好的球手 亦是左手 所以有時 賴喜娥現在不是國家隊 很多時坐在後面 可能是 廖建良 又可能是現在坐在她後面 因為大家都打左手 那就容易跟她看位 剛才 楊莫莉打了一個 都幾好忙的傳眾 看到賴喜娥 仍然做完手術之後 雙腳都是扎著的 避免就更加受壓 那現在 還未打引尼站 賴喜娥是在巡迴賽中 第四位 哇 差一點點, 但都可以了, 我們說緊熟 因為它打的球, 好像我所說的 它不是那麼快的球速 所以它的瓶, 被球撞到之後 很少滑, 完全彈開了 還在那裡滾來滾去, 其實有幫助 所以有時有些瓶, 就會很容易被它推跌 但有時球手的球是很兇的, 很快 和轉數很高, 一打完瓶, 它的瓶都彈開了 有時一兩支瓶剩下, 就沒有那麼容易被其他瓶推倒 這個球都入位不錯了 其實呢, 左手剩下的七號瓶, 和右手剩下的十號瓶一樣 有些人都挺害怕的 因為, 即是, 逢著角落的瓶, 你一定是要打到很近坑那邊 很多人, 一不小心就會落坑 始終是向一個外西去撞的瓶, 不是包著瓶來打 對了, 譬如說普通在球道中間的瓶 你兩邊都有那麼多位置讓它走 你在角落就只有那個位置 楊莫莉, 面對著就是高手 她有沒有辦法打傳眾呢 如果有兩隻傳眾黏著, 這樣又會追貼一點 那如果我是楊莫莉, 即是對於一個比較沒有經驗的球手 我就一定是要按著她來打 那現在楊莫莉是打了九支 其實她這個球很幸運 如果她剩下重疊那支二八, 就會難打得很中 好幸運, 那支瓶在後面都被人推了 掃下了 但見她打完, 都開始好像心情沒有那麼冷靜 因為你看她打了那麼多格 她都不是很穩定, 即是落個位置 你可能有留意到剛才她的教練站起來 又坐下來, 其實她就是去看一下 她究竟落哪個位置 即是這四格來說, 都不是叫太穩定 這個就是新加坡專教那個比較 她們的青少年隊這個教練 現在坐在後面的高 我看見這個場館是不是冷氣很厲害呢? 教練, 穿著外套還要生氣一件外套 是呀, 這個場館冷氣真的很厲害 就算打球的, 她們也不會覺得很熱 何況坐在旁邊的觀眾 我們個個都真的冷得震 有一個傳眾 之前我們看過另一個賽站 是球手不斷抹汗的 是呀, 其實有些場, 譬如泰國的場 多數都是不夠冷氣 馬來西亞就普通 香港的場又是冷一點的冷氣 是 印尼這個場, 冷氣就非常冷 其實現在的比賽 就是新那邊有二十條球道 比賽是這邊 所以這邊的冷氣更新一點 因為它是加健的 所以比那邊的三十幾條冷很多 但其實對於球手來說 哪一樣比較好呢? 當然是最適中最好 但是你寧願熱還是寧寧? 我寧寧寧寧, 因為為什麼? 如果寧寧, 油在球道的變化沒那麼大 但是如果熱, 加上人氣之類 那球道的變化就快很多 這一球很奇怪, 罵我 突然間, 位置是失去了 這四支不是容易打的 因為品字形還有一支在後面 其實如果下這個保重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不是說帶來得多 哎呀, 斷一格了 但我剛才看的角度也以為它有的 走正左手是哪一支? 但現在其實虧了很多 即是你六支在保重後面 六支就差不多你普通九支已經虧了三支 跟著斷了, 那就再虧了 但你很難想像 楊海剛才打了三個傳中這麼漂亮的位置 突然間這一球 即是會放開了 你差那麼遠嗎? 對 還在說, 頭幾球球保持準決賽的水準 267分, 但現在… 這個很漂亮 立即一個傳中 其實這個球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有傳中, 你才有機會黏 才可以補斷你的 剛才他真是很奇怪 扔開了一點點的球, 不能走 看看楊梅莉能否擺得到這個機會 可以過了奶昭娥的頭 但我覺得楊梅莉這一局 真的不是很穩定 可能真的有壓力 因為之前也只是四強, 打出線 現在真真正正爭爭 不僅是名字, 還要欠錢 是不是? 自己可能來之前也沒想過 第一次打一場比賽 就去決賽, 結果真是… 他的球又是薄了 他這個真的像剛才賴慶娥那樣 一位入得薄, 只剩下四支 女子組如果拿到冠軍 也有二千五百美元 亞軍就有一千三美元 你看看 但是幸好, 你知道他前面是一個傳頌 所以他這六支就不同了 沒虧得那麼厲害 對, 奶昭娥剛才說保重 真的會虧水, 他就沒虧 看看我可否做一個保重 很重要, 做到差很遠 成功了 這樣也好一點 現在有個優勢屬於楊茉莉 其實兩個球手的分數都是很接近的 雖然說經驗老到的賴慶娥 最初那幾個球表現得很好 但是剛才斷了一格 我看我看 始終角度差一點 但是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他打球比較直一點 所以你會看到轉數不是很高 當轉數不高的閉處 就是他碰到那支瓶是會彈歪的 因為轉數高 他一直在轉進去就不會彈得那麼歪 變成屏撞屏就會好一點 可惜楊茉莉 他的球球比較直 現在居然忍受不了壓力 我都說十號屏很多人很怕 我們以前打過也知道 尤其是在重要關頭 剩下十號屏 好像心情好像想死一樣 你剛才看過球的走勢 你當是球那麼看 好像是怕落坑走出來的 他其實丟了 現在對於楊茉莉來說是好事 抵消他剛才試過失誤 是的 還要看楊茉莉 你會不會跟著那一球球打得如何 是, 但人家已經斷了一格 就已經給了你機會 他這個球深了 就像我剛才說 其實球道一直在有變化 其實他們就算打這十格球 差不多打到四格、五格 就已經開始有變化 就要開始走 其實高手就說他們走得快點 沒甚麼經驗那些 摸摸摸摸 有時會覺得 我下位不准 還是球道真的有變化呢 最慘的是打一局球 你摸得兩球 在中間發現有不妥 摸得兩球都差不多完 是呀, 所以你一局決勝負 真的要很穩定 賴慶嵐可以保重了 現在兩個球手都不是發揮得最好 一個是看能否擺脫兒子的命 有一點點壓力 一個更是第一次打巡媒賽 其實這樣看來真的大家都開始好緊 你看看他, 其實他真的很集中精神 心 這個時間出分屏真是很要命的 其實 我也看到球心深 但沒想到有分屏 就算是有分屏 自己也拔頭了, 真的這次 很關鍵啊, 這幾個球 對呀, 尤其是你一斷 真的很難補回 因為如果你在前面斷 你可以一直貼貼貼全中 你有機會打得很高分 但你在後面斷, 你只剩下一兩格 你怎樣打盡呢, 都是六十分左右 你看看現在楊活利 最重要是這一球球, 打幾多支了 人家又給他一個機會了 對呀, 你不要像賴慶嵐 我剛才這樣打六支, 真是慘 如果這個時候可以打到全中 就好處了 對呀, 你打到全中 至少給對手一個威脅 說不定說完 第八格, 整個全中 對呀, 現在就是楊活利 還可以保持這個增勝的機會 這個球很漂亮 入位很漂亮, 那些平的撞擊 他挺緊張 其實他真的可以說 他要看完那些平的設計 他才可以覺得是有了 鬆到那一口氣 是呀 有些人很有信心 打完就打著面子走 第九格 這一格如果你說再有全中 你的贏面又大一點 會不會第一次打一場回賽就拿冠軍 很難說 剛才的教練真是緊張得整個彈起來 是呀, 真是爬出來的 但其實你看他一直打了九格球 這兩格真是…那個入位是最漂亮的 其實我想他的教練比他更緊張 是 可能第一次出來打比賽都未知過壓力 完全未感受到最大的壓力在哪裡 很多東西摸索 一個運動員第一次代表國家出來比賽 很簡單 連坐飛機準備甚麼都還要 是呀, 真是真的, 你說得很適合 有沒有遺漏的東西 是呀 是呀 慘了, 賴慶娥 這樣搞的 這樣下去很快就沒有了 他還說帶來那些瓶 我們依然當運動員, 第一次出去比賽 就是我們收拾, 也收拾單車的器具 第一次去比賽, 整晚都收拾不完 到後期比賽只有幾年 十五分鐘就可以走 你別說了 胡少康, 我到今時今日 有一次打電話回來 叫人家帶回那個打保重球給他 忘記帶, 留在球場, 上飛機才想起 一定要有的, 這個保重 現在還很有變數 大家的分數一定不會高 打到這裡 如果他拿到三隻傳中 他剛剛可以有二百分 因為剛才他第八格是一百五十 第九格有保重 如果第十, 他先打的 他是先打完這個局 如果你說他連打三隻 他就二百分 所以這幾球是很重要 同時第十格是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你一直都是在這條球打 你不用轉 如果你第一個拿傳中 你應該容易一點 第二、 第三格都拿 是, 好像剛才看到男子球手那樣 都是在同一個位置打三個傳中 比較容易 打完第一個, 看會不會像楊泰范一樣 連續三個, 因為只是在同一個位置打 球隊的狀態應該理論上是一樣的 對, 至少你第一個已經有位置了 對 你看看他也很動力 教練也替楊妹擔心 看到人家現在似乎 真的 估計以 賴慶岳的經驗 這樣找到這個位置 就照樣打就行了 那人家就應該可以 做到自己的本分 很緊張 打到這裡 他自己也很緊張 始終決賽是不同味道的 是啊 那你想著 尤其是對賴慶岳來說 他真的想贏很久了 每次都很可憐 我們每一個巡迴賽看著 他上到去上高自然就輸了 看有沒有 很漂亮的位置 這一球真是很緊要 自己覺得很不值 因為他現在這樣 如果是楊末利 只需要有保重就已經贏他了 第十格 因為他有兩個傳仲在前面 現在他打盡了 要撿這支七號瓶 他才是一百九十分 他還不可以不要這支 一百九十分 會不會一百九十分得到冠軍? 一局球也不一定 就是有機會的 但是現在來說 其實楊末利 他已經有兩個傳仲在第八、九格 他只需要有保重 然後就掃偏尾 所以這一球對他來說很重要 其實他剛才第八、第九格 是打得很好 但是就像你所說 就攤冷了他 對 對,剛才一條氣打完就不一樣了 所以你說你先選發球 又是有這個不好處 剛才奶慶娥還是差一點 可以直打下去 對 出手已經有力氣了 打我打我,我打他 但一不好就真的很容易會少了一支 他只能一出手就知道不行了 我想他好像有一點拙一拙的手指弓 對 球掉得不好 他一拙手就已經叫了自己 難道他要對著他 有,沒有 那球這樣過了 過了 過了 一落已經知道過了 慘了 這樣斷送這個冠軍 一百八十三分 如果你說他有保重已經是一百九十多 是不是 是呀 你打六支也一百九十 打七支就贏了 是呀 慘了 贏了, 冠軍已經 連續打兩球球, 很不開心, 可憐 剛才在第八格是這條球道 在這條球道已經打過全中 這個球都可以脫手 很不開心, 也很不值得 始終第一次出來打盡梅賽 還有很多日子 不過你第一次出來打得這麼高位 又有獎金, 算不錯 對, 反正對教練就不會彈 對一個新人來說, 多加許 其實這樣的成績真的很難得 一局過的比賽不是那麼容易承受 那奶慶娥終歸得獲得獲獎的滋味 想不到在一個表現不好的情況下 取得了冠軍回來 所以有時候你說打保連球很難說 是, 奶慶娥四強267分 決賽只有190分, 又可以險勝 贏了七分之差, 擊敗了新加坡的楊茉莉 也值得恭喜, 奶慶娥打這麼多連球 現在頒獎的是國際保齡球協會的秘書長 是菲律賓人 那奶慶娥可以獲得2500美元的冠軍獎金 也會獲得75分的巡迴賽排名分 原來她真是開心 是呀, 楊茉莉也值得賺東西 打到決賽, 力戰緊敗吧 在這麼大壓力的決賽中 以七分之未落敗 1,500美元, 還會獲得1,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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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是他笑得多開心 謝謝, 保連球 現在給他支票 就是這間保連球場館的 主席總監 在這裡贏了冠軍 也算是打了這麼多聯波 總算站到頒獎台最高位置 拿回一個巡迴賽的冠軍 恭喜你